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全国的投票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三观破证 我是仲周老师 今天应该大家心情都不错吧 你看今天大盘又创下波段 不对哦 历史的新高啊 那目前的预估量呢 一样维持有大概5000亿上下的动能 目前看起来一片就是怎么讲呢 一片光明嘛 你看废半创新高 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 对不对 目前来讲原物料来讲 虽然说航运股有点涨多震荡 那钢铁股又接手 可是说现在整个板块 整个目前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所有的族群 它都是有机会的 所有的族群它都是有机会的 严格上来讲 只要你敢买 基本上不可能亏钱了 大家懂这个道理吧 你看哦 我这个测标也没什么改 每天就挂这几只 这几只骨骼在这边 你看一下亚信 你看掌听板 创下波段的新高 如果你今天不是第一天看我节目的 应该知道亚信 我们在什么时候开始进场 6月8号真是个好日子 6月8号那天买的股票 基本上八把都赚了 有没有看到 6月8号星期二 这一些做价差的我先不去算 因为它先被分盘交易 我就把重心先摆在 比如说连巴克还有天狱 靖豪科上面 但是基本上他讲过 亚信还没有完全获利出场 6月8号那一天 你现在回头去看这通口讯 来9月8号 9点08分 有没有看到 6月8号亚信 股价表现符合预期 空手的125到126元 卡回一层 大家知道我做股票 有几个大原则 什么原则 我们不求买在最低 现在这种情形 要想办法买在最高点 因为一直在指数创新高 那当然要跟他拼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只要这支股票会涨 它的起涨点 我一定会带你买进 6月8号的亚信 你自己看 请问这里是什么点 起跌点还是起涨点 你们自己看 今天的亚信一百九了 亲爱的 连同价差 连同波段的持股 我恭喜我一下说的会员 一倍了 我问大家好 亚信从125块起涨 一倍要至少涨到200多 可是为什么我们连同价差 获利已经超过一倍了 一倍你看 当中套利已经53块 125块这边买进的 包到今天已经190了 是不是一倍了 光基本单一张 已经超过6万块的获利了 再连同价差 超过100块是一倍了 你说大盘的指数 也不过这两天表现比较好 可是为什么跟着抓事做亚信 你看连同价差加起来 你赚了一倍了 好 可能你会想说 哇 老师这个股票涨那么多了 我们都不敢碰啊 好 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想法 有这样疑虑的人也没有错 真的 秉持着不追高的原则嘛 对不对 好 也许你会觉得说 好啦 这事我亚信 真的我知道它还会在涨 大家别忘记了 记不记得我在节目上 跟他讲过一句话 他在220的时候 营收没有创历史新高 可以涨到220 也没有道理 他现在营收创下历史新高 结果呢 股价居然就有100多块 干嘛 田里 不合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喔 我一马当先 我首战决战IC设计的股票 大家有没有印象 来 我们在6月初的时候 记不记得这张字卡 那个是我告诉大家 IC设计作战计划 那个时候呢 我首战了IC设计的潜力股 在这张图里面 这个至少是公开送给你们的 这四档股票里面 第一支金豪科 第二支亚信 第三支点序 第四支细创 今天的细创也不错 自己看 别说我欲白说 是不是今天 周老师所分享给你们一支股票 都是经得起风吹雨打 经得起考验的 你说点序没有涨吗 你说金豪科没有涨吗 今天金豪科稍微震荡整理 但是这就是酝酿 像这种股票 它在冲高到一个转折的时候 它会先稍微整理 这种情形就像亚信一样 你看 它冲高到一个阶段之后 会先整理 整理完之后再供 之前的敦泰我们有操作过 它也是一样的情形 它供到一个阶段之后 整理一下会再续供 这样懂吗 这不叫分盘交易 这就是分段晋级 分段晋级的一种涨势 就像爬楼梯 有的股票 它毕竟不像 有些股票毕竟不像金豪 你看它完全都不整理 像一路冲高 那你看你回头来看一下金豪 我们再看一下 反正它今天涨停版 又创下波端的新高 来看一下 5月18号的时候 送给大家的金豪 我们看到3141的金豪 5月18号在哪里 我们把时间 爆裂一下好不好 那个时候 我跟你分享金豪的时候 股价在多少钱 50块左右 今天的金豪140 三倍了 将近三倍了 想要做翻倍股 当然我不是说 我的股票 党党都会这样翻倍 但是你只要听我的 相信我告诉你的 结合一些短线的技巧 可以把你的获利最大化 也许你没有赚到金豪 没有关系 但是亚信我们是公开操作的 按理说 好就算你完全都没有跟到当冲 比如说你觉得 老师这当冲我不会做 我从6月8号公开亚信到今天为止 一个月过去了 还不到一个月 今天30号 好了 我们就当一个月过去了 125块的亚信到今天已经199了 就算没翻倍也有七成 但是如果你听我的话 连同短线的价差累积起来 我恭喜大家扎扎实实 就是一倍的获利 所以大家了解到 今天我这么讲好了 如果你是看指数 再决定要不要进场的 当然你也没有错 来 今天已经创下新高177774 我之前就跟他预告过 我说做股票的人有好几种 我不能说一定我给的建议是最好的 有的人属于比较偏向于后知后觉 原来那个周老师讲的是真的 突破的真的上去了 怎么办 这边2000点没赚到 那现在进来会不会没得赚 怎么会没得赚 请问一下我带你买金豪科 有带你追高吗 没有吧 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金豪科是在120块这边进场的 6月21号 6月21号在这里 我那时候是跟大家讲 市场上现在有些股票 营收创新高先发动了 亚信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不对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一样营收创下历史新高的 20几家的IC设计公司里面来讲的话 这20几家里面来讲撇除力旺 毕竟它股价比较高 大家知道吗 还有很多IC设计的股票 根本是躺在那边不动的 那当然这些IC设计的股票里面来讲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些营收创新高的股票 普遍股价都好贵 包括联发科这一些 天狱这一些 可是今天我们将本求力 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是基本面的奉行者 比如说你今天你是 比如说你认为 好的基本面 才会有好的股价的这种奉行者 那我是不是很清楚的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很重视基本面的 IC设计里面来讲 满地遍地是黄金 就看你敢不敢买 所以我在6月初的时候 推出首战IC设计的时候 我带大家买的第一支股票是什么 就是亚信 为什么 因为我很清清楚楚的 明明明白地发现到 它是严重被错杀被低估的 今天190了 190了你看分盘交易 还可以创历史 还可以创爆弹新高 真的也是蛮威猛 所以你看在我的这个规划 在我的布局里面来讲 我都是有我的既定的计划的 我不是黑白冲冲 黑白笑笑的 黑白带你做五票的 我今天测标敢写这些股票 让你看 我就是要告诉你 这些股票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天宇 如果你今天从形态来看的话 就像我刚刚有跟他提到的 你很难看得出它会涨 我讲真的 你信不信你们现在去问十个老师 十个老师会告诉你 哎呀 这股票 这身体你看这边 你看这样 哎呀 甘质财务很混乱 哎 这个股票不好 对不对 他一定是引导你还是去买钢铁 买航运 你信不信 十个一定有八个一定这样跟你讲 不对 甚至于十个有九个会这样跟你讲 我是那个唯一一个会破坏这个原则的 我是很清楚的告诉你 如果今天 我这么讲好了啦 如果这些股票现在都在打底 我先打个比方喔 你看喔 亮说打底 对不对 我先假设这些股票不是做头 他就是在打底 好的确我知道 他现在在打底 真的浅滩无大鱼 我讲真的啦 你最近 我就不相信能够赚到什么大钱 真的 因为那波动真的太小啦 大盘指数创新高的 他居然还在打底 天啊 我最近不是有讲吗 我说有时候想一想 买这种股票 感觉起来 我觉得我有点吃闷亏啊 我应该赶紧带大家去买那些 在一直冲 一直创新高的才对啦 我节目上比较好表演嘛 我讲得没错 对不对 我不用多啊 我只要把金红拿出来讲 就够呛啦 你看每天涨停板 每天涨停板 每天涨停板 有用吗 你能认同吗 吸引得到你吗 你心里在想说 做法师我50块没给你买金红 60块没给你买金红 70块没买 80块没买 今天金红140 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所以我很清清楚楚 明明白地告诉你 好 我们以前那些很强的股票 不管亚信金红这些 你没跟到那就算了 我是很清楚告诉你 那天涨现在在打底 可不可以买 秉持我这句话的原则嘛 对不对 可不可以买 不会买 来 我来做给你看 好不好 今天的天涨 看清楚 他直接跳空开高的 跳空开高 有没有看到 今天目前最高 就要来到311 好 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做 但是我很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我今天怎么做 来 9点03分发的抗讯 天涨表现符合预期 原则上低阶即可 空手地建议300到302 先卡位一层的资金 看清楚时间点位 9点03分300块 今天天涨最低多少 不要跟我说你买不到 因为9点03分我就发了 尖竹吵杂随便你 因为现在天涨已经310了 你要当充的买300的 卖310是不是一张赚一块 对不对 紧多探一万 我很喜欢打个比方 你今天拿30万 买一张天润 你去问一下银行 你现在趁下没收盘 你下午收盘钱 你可以 银行关门钱你去问 请问一下我30万 我放在银行 要放多久才有1万块的利息 你信不信那个小姐 就马上计算机告诉你 你一定要买点外汇的定存 像美元定存利率比较高 然后跟你讲大堆之后 他告诉你30万不能做定存了 而且就算你硬要做 他也许会收 但是你可能要摆个5年 7年8年才可能有1万块的利息 我说30万 很多上班族不是有新转户吗 我们知道吗 我们的新转户的利率 一般都是比外面的定存的利率高 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不然怎么可以吸引到员工 把薪水转到你的银行去 你去查 你去问 你的新转户也不可能超过2的 除非你有买他们家其他的商品 RB说我有买你们的基金 买什么买什么买保险等等 那可能利率会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不可否认了 我今天不是告诉大家说 跟着我一定钱就是什么好赚 我是要给他讲一个叫硬道理 什么叫硬道理 所以硬道理就是说 今天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可以做给你看 你说前面的我就不讲 我讲今天就好 对不对 9点03分300 302 没有我的通知 没有我这样带 你怎么知道今天天运会长 也许你就会说 周老师 1万块我自己卡拉拉就有 好吧 那我只能说你比我厉害了 真的 我相信这个市场一定有比我厉害的高手 这个我绝对承认的 我周虹在这个行业那么久 我从来没有告诉人家我是最厉害的 我也不会去跟他说我是最厉害的 也没有必要这么讲 今天吃三个话 说不要紧了 反正生活者父母嘛 自我者所有的粉丝这样就够了 然后还有支持的会员就够了 所以你看 今天秉持着我的操盘理念 你看天运我们先不要管他今天会长到哪里去 好我先跟他讲一下 我先不跟他分析他今天会长到哪里去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逢低布局的步调是不会改变的 听清楚我们逢低布局的步调永远是不会改变的 等到哪一天天运在往上涨的时候 你会谢谢我 你会感谢我 为什么你会谢谢我 你会感谢我 因为你会知道 原来跟着周老师 逢低布局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你去回想一下我过去分析给你们的任何一支股票 哪一支不是这么做的 真的哪一支不是这么做 你要知道什么叫百战百胜 什么叫大获全胜 就是这样子 也许我们买在最低点会稍微忍受短线的震荡 可能没有什么大鱼大肉可以赚 可是结合一下短线的价差 来我们看一下天运 从我6月23号开始布局到目前为止 今天的先不要算 你看285买的 然后当天有赚充300赚了17块的价差 你们自己看 我的callion我都有截出来给大家看 你看285 288买进 当天有买当天赚300到305冲掉 你们看到就是这一段 跟今天好像 我发现到这个阻力 这个天运的阻力 它做骨骗的模式其实差不多 大概高点低点的时间点都落得差不多 这是我的推测 你看 24号那天提醒你290 293 我们第一阶 我们看到压下来低阶 没有追高 然后28号再提醒你285 288一样持续的低阶 接完之后 这一天尾盘我看一下 有价差 有1万块的价差 冲 所以提醒大家294 295 我们把它冲掉 赚的不多 几万块 几万块 然后昨天29号 我们看到提醒大家305 我们做隔日冲 简单的说 你就是把24号那天买的 你手上刚刚有单的 那你就把它冲掉 套利15块 你看天狱最近的波动 其实真的不大 真的不大 可是你看 结合波段的思维 加上短线的价差 你看光目前来讲 套利已经42块了 还不包括今天了 还不包括今天了 这样大家懂了吧 这都是我的风格 也是我一贯的坚持 今天的联发客也不错吧 亲爱的 977了 不瞒大家说 我已经预挂好当冲的价格 我要进棚之前 我已经挂好了 应该快到了 如果今天让我冲掉的话 你们知道吗 我今天的价差至少 有30块以上 30哦 真的 我什么时候买的 来 可能你们不相信 对不对 我给你评一评一评 来 9点05分 联发客 空手945 950 刚刚最低 找盘最低 有到943 绝对买得到 我刚刚不是讲吗 我如果今天把它冲掉 我今天至少一张 肯定超过3万块 一张哦 你再问问你自己 你现在捧了100万去银行 你问一下行员 小姐请一下 我100万放银行 放多久 我的利息才有3万块 到底是一样吗 好 你把天域的30万带加进去 请问一下 我拿130万去放银行 我的利息 要放多久才有3万多 才有加进4万块的利息 你去问 可能要放1年2年以上 但是你跟着我做价差 做好是一天都把你赚到 大家知道这中间的差别了吗 我知道台边上很多老师 在做当冲做价差的非常非常的多 我这么讲好有谁想像我这样子 你看扣讯给你看 扣讯这是会员的扣讯 这不是发给我自己的扣讯 发给会员的扣讯 而且你看我每一笔在节目上都给你做印证了 有时候买了股票压下来套了 我要让你知道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你想要做短线的价差 一定要记得跟谁才是真的有办法赚得到 大家好不好去思考一下 那我们先进广告 进广告之前 来我们来跟他聊一下这档股票 记不记得大家 上个星期我有跟他预告的 这是我送了新会员的见面礼 等一下回来聊这档好了 因为时间剩不多了 好不好 等一下来聊一档这档见面礼 休息一下 晚上回来 赫 陈陆顾 周老师 会员持股获利再创新高 特别对书限时回馈专案 全面38%大优惠 全面38%大优惠 最后一天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穿市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贺陈东斗铺 周老师 会员持股获利 赞创新高 特别推输 限时回馈专案 全面38%大优惠 全面38%大优惠 最后一天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创新线 022 2752 5868 2752 5868 停水时记得关闭抽水马拉 以免空转 除水容器 记得加盖 但不要放超过三天喔 洗澡加快速度减少用量 妹妹 欢迎囉 洗澡水也可以再利用喔 要洗的东西尽量集中一次洗 饮用水记得煮备 注意卫生 喝多少就装多少 珍惜每一滴水 养成节水习惯 我们一起 整多一点 往右往久一点 品持我的操盘理念 我的股票呢 基本上每一档一定都是这种模型 我们就是在一个起涨点 一个波段的起涨点 然后开始进 还没大涨之前会先卡位布局 等到正的突破之后 正式突破 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加码 这个动作 所以你应该会发现到说 奇怪我的股票来讲 为什么有些股票的做法 我们打个以亚信为例来讲 你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笔的买进 我这么跟大家讲好了 很多人误会我的意思 有的人会讲说 重要是我这笔也跟 这笔也跟 这笔也跟 那我是不是就没有钱了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是老会员 你肯定可以买到比较低的成本 那我问你后面加入了 怎么可能带你去买125的亚信 不可能 所以后面加入的会员 肯定成本会比较高 但是你还是可以持有亚信吧 我讲那么道理 所以我们后面在买的部分 在加码的部分 我这么讲好了 都是为了新会员而在做代进的 那万一有人手养 我125买了 140自己偷偷卖掉 那我问你 那后面你不买吗 结果你看今天190了 你不是很all吗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这些写不是说 我们说的资金只做一只股票 而是要考量到有些会员 他一定会自己偷卖掉 对不对 一定卖飞了 主手的鸭子飞了 一定有 那既然主手的鸭子飞了 没关系 再把它抓回来不就好了吗 大家懂这个道理吧 再抓回来就好了 没什么要紧 对不对 好了 这个大概基本上就是一个 我的操作模式 那在上个星期 我有跟大家讲过 为了感谢所有这些 新加坡的会员的支持 我特别准备了一个见面 就是这一只 然后有没有看到 锁定大电脑车用MOSFIT 抢供市场先级的这只股票 我相信聪明了 你大概猜到 他今天表现也不错 半期停办了 离拜一就涨了 今天就继续涨 你看是不是刚好突破点 这个点不就刚好是一个买 一个什么 起账点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可以带你们买进 我们再用月线的角度来看 他们发现到 哇 这个底部打得真是漂亮 左肩右肩 好像一个碗底 对不对 根据我的测算 我觉得他的目标价 至少可以看到这个位置点 所以你看他 你看他也现在还不到 100块的股价 我们看到是这里 哇 往上的空间来讲 至少还有五成的空间 我相信这样子的股票当见面礼 才叫有诚意 大家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看我在星期一 那天28号立刻带领会员 在685 69这边开始买进 如果按照我的目标是看到这里 我告诉你 肯定是超过五成以上的获利空间 大家懂吧 这就是周老师的诚意 好 当然很多同学会觉得说 那周老师现在这样子的股票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的买 我告诉你好了 机会很多 机会是很多的 你错过了前面的布局 后面的布局 我一样要持续带你进场 大家不用紧张 只要你跟上我的脚步 把握今天推出一个 现实回馈的专案 好不好 月底的 好不好 今天是最后一天 明天这个专案 我们就直接取消了 好不好 务必把握 有任何不清楚 不了解的地方 都非常欢迎你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做个联系 做个洽询 那节目的最后 预祝所有的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下午再见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和陈德陆固周老师 会员持股获利 再创新高 特别推出现实回馈专案 全面38%大优惠 全面38%大优惠 最后一天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创意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陈东斗部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功托付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Hello I'm Dr. Jia Xianyan If you've had close contact with a confirmed COVID-19 case please stay home and self-isolate until further notice from a health agency unless you need immediate medical care do not leave your home please use a separate bedroom avoid contact with other household members and use a separate bathroom wear a mask and maintain hand hygiene use diluted bleach or alcohol to disinfect high-touch surfaces if you've had contact with a confirmed case but are not required to self-isolate please monitor your health but are not required looking at what I should say